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会如同NJAD那样过于昂贵的次世代战斗机 那就只能想办法再开发一种第五代战斗机了 一种比F35的空战性能更好的第五代战斗机 应该说这样的想法美国空军已经琢磨了几年了 之前我们的节目里也关注过当时美国空军提出研制一种 四代加五代减的新型战斗机 甚至已经给了代号叫F36 基本上就是按照F16当年的理念 用现在的技术再搓一架轻型单发高性能的战斗机出来 但最终这个计划还是未能通过 最终决定是购买F15EX这种四代半战斗机 同时将F16战斗机升级为F16V 以增强其性能延长其寿命 此外当时还想对即将到售的F15C也进行升级 安装新的雷达翻新机体 不过这些老装备改装升级 应该说也只能做到让这些飞机的物理使用寿命再续个十年 至于说技术上的先进性 到2030年代显然已经谈不上了 顶多也就是跟上世界上其他国家 对于手中老师四代机升级改装的脚步罢了 而美国的整个军事体系又是构筑在空中优势上 如果手中的战斗机不比主要对手强大 甚至2030年以后 这个可能对于美国非常重要的时间点上 美国空军的主力机型 很可能还落后预期主要对手 那这就显然让美国人很难接受了 所以当时他们的选择还是放弃严兽F15C 大量购买F15EX来和歼16F435对位 同时加紧研制NGAD 希望到2030年前后至少进入首飞阶段 那么同时他们也推动了F35的改装计划 希望在接近2030年的时候 能够拥有数量较多的 具备完整作战功能的F35 至少在纸面上看 改进后拥有了多种新型武器的F35 能够保持对于对手隐形战机的数量优势 同时其他方面也很清楚 针对这个时间点 美国当时计划了一大批新型的武器 可以说是饱和式开放 三四种高超声速导弹同时上马 BOX3型驱逐舰紧急下单 等等这些计划都要求在2024年 也就是今年左右开始测试 2030年前要形成初始人的力 但是最后这些2020年前后制定的计划 好一点的出现了拖延 糟一点的那就干脆失败了 战斗机方面F15EX交付速度缓慢 而且短时间内大概很难提升速度 未来两三年内能否克服现有困难 把90架订货全交出来难说 考虑到新机型交付部队后 不论如何也得一两年时间来竞争战斗力 那么很可能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美国空军真正具备战斗力的F15EX 也就是现在已经交付的这批力机 数量显然远远达不到当初的期望 另一边F35改装升级工作 也是问题不少 前段时间刚刚发生的坠机事件 导致他们最新批次升级 也可能要推迟 同时F35的交付速度也不如预期 使得美国海空军和主要盟友手中 真正能够形成战斗力的F35数量 也会出现不足 至于说NGAD 那目前更是已经无限期推迟了 究竟何时能够再次上马 这个还没个说法 所以现在美国空军 对于这个关键时间点的执念 基本上也就不得不放弃了 虽然是被迫的 但他们确实已经不再团了 2030年前要如何如何的事了 只能是说 把手头已有的烂摊子收拾明白 就已经不错了 不过放下执念以后的美国空军 这个魔证心态也好转了一点 眼光还是要往长远放一点 既然NGAD项目已经确定要推迟了 真正造出原型机 很可能只能到2030年以后了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在现有的时间内 先开发一种没有那么复杂那么昂贵 前景明朗一些的新战斗机呢 虽然它的服役时间很可能也要在2030年以后了 肯定是赶不上关键时间点了 但既然已经不是为了这个时间点魔证了 那么这件事似乎还是可以考虑的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们现在的概念 相比于当初的F36这种未适应而生的战斗机 最大区别在于 这次美国空军官方给出了一个概念图 虽然从概念图上来看 这架飞机很可能谈不上是替代F35或者F22的第六代战斗机 但是却可能解决美国空军对于F35几个最大的痛点 从概念图上来看 信息当然是很有限的了 我们只能看到它采用的是类似F22或者F35的碟型机翼 而尾翼则是V型布局 没有传统的水平尾翼 进气口的设计则是较为明显的 加莱特式进气道 有负面层隔板 进气道唇口上缘与大边条结合 总体类似于俄罗斯的苏武器 显然是考虑了用边条对进气进行预压缩 那么来提高进气效率 这明显是优化超音速下进气效率 并提高大引脚机动性能的设计 飞机头部安装了大型的光学设备窗口 有意思是头部并没有设计大型的透波整流罩 也就是说它的机头可能不安装大型雷达天性 那也许是采用了某种共型的天线设计 它采用了单发设计 后部机身非常紧凑 基本上就是紧紧围绕发动机的 那么当然这个概念图肯定是让人迷惑的 因为这就是美国空军的一个概念 还不是主要飞机研制单位的概念 所以很多细节看个意思就行了 真正重要的是 它透露出的关于这架飞机总体的一些构思 比如说新飞机的尺寸重量会比较小 同时要强调超音速飞行性能和超音速机动性 这也是阿尔文参谋长在会议讲话上内容的一部分 他认为未来美国空军的主要对手 将会拥有非常庞大的四代半和五代战斗机结合的战斗机部队 那么美军不管未来NJED情况如何 都需要考虑应对规模上占据优势 技术水平上也不差的对手的问题 那么这就需要美军有一种可消耗的战斗机 此外这种新飞机的最主要特性 就是他们写在模型上的话为适应而生 这种飞机要求能够适应时代的变迁 因为目前空军领域正面临一场新的技术变革 原来依靠隐身战斗机和预警机优势 实现的战场单向透明的情况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未来的战场将会出现 双方都有大量的隐身战斗机 都有先进预警机的情况 因此战场情况将会非常复杂 而同时技术变革的方向 目前也很难确定 究竟何时中程辽机能够投入实战 下一代空空导弹的射程 是不是能够大幅度提高 等等这些问题都很难 现在就决定 但是等到这些技术 开始实际列装的时候 所有的设计之初 没有做好准备的飞机 它都要面对这些新的问题 它们是否能够适应这些改变 所以这种新飞机的特点 就是以系统为中心 其重点就在于 可以快速按需求改造计算机软源加系统 那么要具备快速更新的能力 我们要具备超越对手的这方面的能力 阿尔文中将认为 美国空军未来必须着重依靠 风群能力来应对作战需求 其实我们琢磨一下这些概念 就会发现 大家很多过去用来说中程辽机的概念 套用在了这种战斗机 所以很可能这架飞机的概念 还是一种有人无人两用飞机 如果未来NGAD项目进展顺利 那么六代机发展成熟 无人机相关技术 也如期得到长足发展 那么这就是一种高性能的无人中程辽机 如果相关的进展不顺利 那么美国空军飞行员 就要驾驶这些轻型战斗机 去组成有人机风群作战了 那么利用数量优势和网络化能力 将原本一架飞机的功能 分散到两三架飞机身上 来弥补一些缺点 那么这种想法 不能说是没有道理吧 但居然是由美国人提出来 这老人说以前我们是想不到的 这个应该说 到目前为止 美国人的这些构思 应该还停留在早期阶段 究竟最后能否造出这种飞机 还很难说 所以他们的概念 到底是可以付诸实践的 真概念 还是仅仅因为目前的形势所迫 提出的一些临时凑数的想法 咱们也不太好说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确认的是 未来中程辽机和轻型战斗机之间的差别 会比较小 因为中程辽机 无论如何它不可能做成F35 或者歼35这样的体量 因为成本会比较高 类似F16歼10这样的中型四代机 它们类似的重量尺寸 在性能上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水平 这也是美国空军这种新概念机 差不多的尺寸水平 那如果比这更小 小到类似米格21F204这样的 应该说勉强 还能作为有人机去实施作战 但很多性能可能就要更差一些 那如果再小一些 那基本上就不考虑 作为有人机作战的可能性了 这就是目前美国几种 中程辽机原型机的概念 究竟哪种重量尺寸的战斗机 能够成为未来主流的中程辽机呢 这件事目前还是几个主要大国 在寻思的问题 最终可能几个主要国家 会出于不同的考虑 做出自己的选择 究竟哪一个更好 这就要看倒数不得实践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样的飞机 很可能也是下一代国际市场的重 那么很可能10年20年后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空军 就要开始大量采购 这些主要大国 作为中程辽机使用的轻型战斗机 来组成自己的空军了 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咱们就说到这儿 咱们下回再见